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方法 用手机对一台闲置的路由器进行设置 让它进行桥接,让家里充满无限信号 并且实现免费的上网 一年可以省下几百块 好了,那么下面大家就跟着我的方法来进行一下设置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把这台路由器的电源先插上 我们插上电源 好了,它现在是通电的状态 然后呢,我们在路由器通电的状态把它翻过来 然后我们找到背后有一个rest键 有一些老式的路由器 它会是一些小圆孔 我们可以需要用一些牙签 牙签往里面捅一下 我们做的是把这个rest键 或者说你的是小孔 我们用牙签捅进去 把它长按 像这样长按五秒钟 长按五秒钟之后呢 路由器的灯会都进行闪烁 都闪烁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松手了 这个时候路由器就是进入了一个原厂的状态 然后我们要做的是翻盖 翻开这个路由器 看一下底部的名牌 所有的路由器底部都有这样的一个名牌啊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IP地址 这一栏 地址是这台路由器呢 是192.168.99.1 然后呢 我们就先连接上这个WiFi 然后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这个 这一切数字啊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首先在WiFi列表里面找到这个路由器啊 然后我们连接上啊 因为它已经恢复到出厂的状态啊 所以我们直接是没有密码就可以直接连接了 直接连接之后呢 没有完 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啊 任意一个浏览器都可以 打开之后呢 之后我们在这个地址栏输入刚才那四个数字 这个地址栏 我们输入一下 192.168.99.1 然后点一下进入 好了 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路由器的后台了 嗯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放大 把这个放大一下 在路由设置里面 在路由设置里面我们找一下 嗯 有一个高级功能 嗯 不同的路由器呢 那个叫法可能不同 有的叫无线中序 有的叫无线桥接 我们在高级功能里面找到 一个这个无线中序 找到无线中序之后呢 我们把无线中序开关给打开啊 无线中序 我们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呢 它会自动扫描周围的WiFi列表 找到5啊 它会自动搜索周围的WiFi列表 嗯 无线中序啊 就是无线桥接 然后呢 我们随便找一个 因为所有人的 周围的WiFi呢 都很多的 我们随便找到一个像这样的没有密码的 啊 它会正在连接 请稍后 好了 现在已经显示连接上了 连接上了 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这台路由器 现在是已经是桥接上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台路由器的WiFi密码 进行一下设置 然后呢 我们找到WiFi设置这一栏 嗯 这个名称呢 之后我们在这里面输入一下 自己想要设置的密码 然后点一下保存 那么从此之后呢 我们这自己的路由器呢 啊 放在家里面就可以连接上WiFi网络 并且呢 无线网的密码是自己可以设置的 嗯 大家呢 如果感兴趣的话 用一台 啊 这样的路由器在家里面呢 调节一下 试一下 一年可以省价几百块 啊 还有最后呢 有的朋友就会问了 说如果呢 嗯 找不到这种 找不到这种 直接可以连接桥界的WiFi 怎么办呢 大家可以用万能钥匙尝试一下 万能钥匙 如果不行的话呢 啊 大家如果是自己的邻居的话 也可以啊 找他们问一下WiFi密码 好了 谢谢大家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此为止